与急不可耐地跑到卫生间 就要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他们是刚刚相亲认识的陌生人 可在这水深火热的瞬间 他们还是无法控制自己 女人颜希为了结婚已经相亲过无数个对象 而男人俊荣却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这次激情过后 两人再也没了交集 这天是俊荣朋友的结婚典礼 俊荣意外再次看到了当初的颜希 在饭桌上俊荣的眼神总是情不自禁看向颜希 参加完婚礼 俊荣借口说自己当初买的乌龟有一只不见了 可颜希只是笑了笑 便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颜希来到学校找俊荣 说前不久自己又相了一次情 这次他找到了想要结婚的对象 对方是个医生 但就是长得不太好 俊荣以玩笑的方式掩饰了自己的悲伤 俊荣告诉颜希 自己的母亲生病了 随后颜希便在上台 一起去医院看望他的母亲 看到颜希的到来 俊荣母亲十分开心 认为自己多年不婚的儿子终于提出开了话 而俊荣开玩笑的说道 说颜希是追随他众多女孩中的其中之一 听到这样善意的谎言 颜希并没有拆穿俊荣 因为他知道 俊荣是想让母亲开心一些 虽然颜希有了结婚的人选 可自从相识了俊荣 他的心里就一直忘不掉那次的激情 俊荣虽然嘴上说着恭喜 但他还是欺骗不了自己的内心 他也忘不掉颜希 于是两人又一同来到了酒店 经过了一下午的翻云覆雨 颜希说到现在他还没有做好决定 他想和俊荣在一起 但俊荣却说他们根本不合适 俊荣再次告诉了颜希他不想结婚 所以还是建议他选择一生结婚 看着如此强硬的俊荣 颜希也不再强求 他决定嫁给那个医生 本以为这段感情就这样结束了 可没过几天 颜希又约了俊荣见面 这次他要俊荣陪他一起试婚纱 看着眼前穿上婚纱的颜希 俊荣笑得像个孩子 仿佛在这一刻他们才是真正的夫妻 逛完商场后 俊荣将颜希送回了家 临走之时 颜希邀请他到家中作作 俊荣没有拒绝 他告诉俊荣自己并不想跟那个医生结婚 要不是俊荣这么一心一意的不结婚 自己也不会放弃他 在颜希的心中 他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俊荣 颜希的一番话 也让俊荣一世间一乱亲密 此时的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为了不让两人留下遗憾 颜希决定和俊荣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们开着车来到海边 留下了只有彼此知道的合照 他们坐在海边一起吹海风 一起看日出和日落 晚上他们手牵手走在相间的小路上 此时的他们只想将一切抛至脑后 享受只属于两人的甜蜜